去除五盖 对治不敬 五盖是修行的大敌 师父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怎么样来对治五盖 克服五盖 从而让自己的心灵 得到真正的解脱和寂静 第一 要用不敬观和不失行 来对治贪欲盖 不敬观是什么 不敬观是禅定修持的重要方法 就是要想到 人间的一切都不干净 从而去除 自己对欲望的贪恋 这个人间有什么好贪的 贪来的钱财要倒霉 现在多少人出事情 不都是因为贪钱吗 很多人一辈子努力 到了最后 不都是栽在钱财 男女之色上吗 你要用不敬观 去看待事物 就是说 贪来的钱财 都是不干净的 不是自己的 不要拿 中华传统文化讲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要有道理 才可以拿钱 没有道理的钱财 不要去拿 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软 很多女孩子 跟男人做坏事 就是因为 拿人家的太多 吃人家的太多 这样的女人 就会不值钱 女孩子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活得挺好的 为什么要去贪 男人的钱财呢 今天这些钱财 你要看到 它会污染你的心灵 让你堕落 所以你要把它看作 是不干净的东西 你不能去贪 不能去拿 这样你就克制了 自己的贪欲 一个不贪的人 就是能够经常不失的人 一个能够经常把自己的东西 拿出来送给别人的人 他还会去贪别人的东西吗 一个经常帮助别人的人 什么都愿意不失给别人的人 你说他会贪吗 这个我也要 那个我也要 这种人才会贪钱财 贪名利 贪色相 用不敬观和不失行 去修去行 你就能够成功的 克服自己的贪欲盖 第二 对质称慧盖 要用慈悲观和忍辱行 来治疗自己的恨念和挂爱心 比方说你老公骂你的时候 你恨得不得了 这时候你要用慈悲去对质自己的称慧 你要想一想 老公也蛮可怜的 他为这个家也做出了很大的奉献 他也是一个人 有心里话 没地方去说 也有内心的痛苦压力 他也不容易 一辈子打工 也没穿过什么好衣服 也没享受过什么 现在的家庭矛盾 是夫妻双方造成的 当你以慈悲之心去思考 当你没有恨念 没有称慧的时候 你自己会感到很舒服 如果一个人恨别人 你不会对另一方造成任何伤害 只会给自己造成痛苦 当你恨别人的时候 别人是不知道的 你自己恨得难受 恨到最后咬牙切齿 伤害自己的心 此外 当一个人恨别人的时候 还要学会忍辱行 不管碰到什么事 我忍耐一下吧 对方也曾经对我好过 他现在的恶行 以后会有报应的 他以后会吃苦头的 当你忍耐 忍辱的时候 你就是在对质自己的称慧 第三 怎么样来对质 自己昏昏沉沉 整天想睡懒觉的毛病呢 以无偿观 持戒行 对质昏沉 睡眠盖 无偿观是什么 就是叫你要经常看到 这个世界是无偿的 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 人说走就会走的 当你哪一天身体痛了 查出来生了重症 哪一天 你的这个结果不去 你就死掉了 你还睡什么懒觉 不要再昏睡了 你要抓紧时间 精进修行 多做功德 做好人 做好事 这样你才能上天 你才能做菩萨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持戒 戒是什么 就是戒律 戒律是修行的基础 和规范 守戒的人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说的不说 不该看的不看 经常想 我没有时间跟别人吵架 没有时间去恨别人 我念经的时间都不够 经文组合都来不及念呢 人间有什么好吵好闹的 一切均无常 学佛人至少要持五戒 五戒就是戒杀盗淫忘救 如果能手持自己戒行的话 你还会昏睡吗 持戒就是说 我今天要成佛 我必须要守戒 持戒 必须要有恒心和毅力 计划早上五点钟起床 就五点钟起床 计划六点钟起床 就六点钟起床 很多人五年前就说 要减肥 五年过去了 怎么越减肥越肥胖 这种人还解释说 自己的身体喝水都会胖 如果一个人真下决心减肥 会受不下来吗 减肥要有耐心 学佛更是需要恒心 能够守戒的人就有恒心 一个人说减肥 就能控制自己不乱吃东西 就是很有决心 很多人想戒烟 说等抽完这一支烟再去戒烟 这样能够成功戒烟吗 有决心的人说不抽就不抽 戒酒也是这样的 哪有说 等我把这一箱酒喝完了 我再去戒酒的 这些都是没有信心的人 说戒 马上就要戒 说停就停 这就是守戒 第四 以属膝关缠定型 对质 调剧恶作概 菩萨教我们一个方法 当一个人心情不好 老想过去难受事情的时候 要用属膝关 去消除自己的杂念和悲伤 什么叫属膝 就是属自己的呼吸 坐在那里属一二三 脑子里意念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身心保持禅定的状态 不去散乱 不去想过去的事情 你们现在坐在这里两个小时 就是专心听师父讲佛法 在这两个小时里 你们脑子里非常干净 你们没有想过去 也没有想未来 更没有去想乱七八糟的事情 什么烦恼 杂念都没有 不但没有感觉累 而且还很发喜 你们就是在禅定之中 师父经常要看你们 能不能定下来 你们坐在下面的人 如果眼睛左看右看 这种人是定不下来的人 这种人是没有出息的人 这种人是学不了菩萨的 心定不下来念经 叫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数西关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有不开心 心情不好的时候 安静地坐下来 数一数自己的呼吸 你仿佛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一呼一吸 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这一点上 脑子不散乱 就不会想过去 未来和烦恼的事情 禅定是说 能够让自己散乱的心 专注在一个境界上 坐着就坐着 你们去看 坐立不安的人 是不是有烦恼 一个人碰到了问题 是不是会坐立不安 你们坐在这里 听师父讲课 能够坐得稳的人 就是定得住 就是有禅定心 有时 我们去社区里开会 大家讲话 吵得烦 静都静不下来 每次主持会议的人 总是说 大家安静一点 大家好好听领导讲话 大家不要讲话了 大家比较一下 师父在这里 给大家讲佛法 有没有吵闹的声音 你们坐在这里听课 连自己的呼吸 都听得见 这就是属膝关 禅定型 第五 对质一概 用什么方法呢 要以坚信三宝 对质疑惑 坚信三宝是什么 你要相信佛法僧 要相信菩萨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有菩萨存在的 你坚信三宝 菩萨就在你身边 这样的话 你就能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坚信三宝 你就不要去怀疑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菩萨说了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你今天怀疑 你老公在外面有女人 你相信菩萨有眼 看得见 护法神会惩罚他的 这样一想 你心里就会舒服很多 如果你境界高的话 你会想 菩萨会指点他 不让他做坏事的 我也不要怀疑 他不会背叛我的 就算他有这种 出轨的行为 你也要坚信三宝 要相信 我替他求菩萨 一定会改变他 要相信菩萨 一定不会让他太过头 这样的话 你就会对自己的婚姻 充满信心 你就会正确地 对峙自己的疑惑 怀疑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情 也会产生业障 师父问你们 你们怀疑老板 对你们不好 明天要把你们开除了 你们害怕不害怕 你今天做错一件事情 你跪在菩萨面前 念诵礼佛 大忏悔文的时候 祈求菩萨说 菩萨 您会原谅我吗 你害怕不害怕 你一定会害怕 你做了一个噩梦 感觉 今天要出事了 百分之两百 你会害怕的 一个道心坚定的学佛人 他一定能 去除疑惑 终有一天 能够 明心见性 达到解脱 涅槃的境界 然后这个醒目 也会失敌 然后追悠 Something 一切 你会让她 你 jag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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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